我把这个本次打执声音手上一看 确实是28393 我们当时这个情况来得太突然了 我就马上把这个情况向面回报 起初警方查到了当地一辆车牌尾号为28393的面包车 但发现并不是作案的车辆 经过调查之后 他们发现了一辆车牌尾号为2B393的吉普车 而这辆车的车主就是利川县牟道镇的王平 王平是我们利川市牟道镇一个村里面的 当时我就是查询到这个车主王平市牟道的时候 当时我这个信念一下就兴奋起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牟道镇有一个村里面 这个外出口人员在外面从事盗窃 抢劫一类侵材类案件的犯罪嫌疑比较多 因为我们经常接到这样的协查 就是外省的比如说上海的江苏的当地的警方 过来要求我们协查就是很多人都是利川牟道的 他自身是上海的对口父亲对象 对口父亲对象 他的意思他们整个的经济来源就是偷偷摸摸从上海拿过来 当天当地派出所民警老傅就盗揽王平所在的利川县牟道镇上司村 并且很快发现王平的车就停在村子里 我就感觉这帮人原先都是在外面作案 外省作案 难道这帮人杀回马虾 到他这个附近 我们他的这个周边附近县市来作案了吗 在案发两天后 王平以及同伙已经彻底暴露在警方视线里 5月3月下午正准备逃往上海的朱廷高 突然遇上了全副武装的民警 3号中午 就是说那个犯罪嫌疑问题里面有一个人 当天要乘坐那个逆船到上海的那个客车 但是不知道这个嫌疑的姓名 也不知道这个是嫌疑的长相 就是说有一个嫌疑人肯定要乘当中午的车 从逆船到上海去 中案组得到情况后 就迅速集结了30多名警力 设卡拦截 慢用 早就休息 慢用 早就休息 感谢观看